广州恒大已经完成了四联胜,在这场比赛中,广州恒大打进了恐怖的16球,攻击相当犀利,赢下广州得比之后, 恒大在上赛一轮的情况下,几分已经追凭上海上岗,仅仅落后榜首的北京国安三分,在拥有保利尼奥和塔利斯卡之后,广州恒大几乎做到了所向拼命,在过去的四场比赛中,塔利斯卡打进了六球,保利尼奥都打进了五球,两人联手奉献了16球中的11球, 因此,外界对于广州恒大冲击八卦王十分看好,在最新的中超夺夸赔率榜上,广州恒大也是跃居到了第一位,他们的夺夸赔率是一赔2.3,排在次席的则是上海上岗,他们是一赔2.9,北京国安是一赔5,前四强中最不被看好的是山东鲁能,他们是一赔5.5,目前的连赛排名来看, 北京国安机33分排在榜首,山东鲁能则是机32分紧随其后,上海上岗和广州恒大同机30分,排在三四位,从赔率来看,几乎对排名进行了跌倒,排在后两位的反而更被看好。